為自己加薪不是句口號 上班族與其被動盼望年終獎金 不如自己開拓財富累積的機會 改變永遠不嫌晚安 要投資也要會投資 看懂資金邏輯就是看見財富 歡迎收聽真投資 大家好 歡迎準時收聽真投資 我們歡迎摩爾投資產業專家 鍾坤真老師 老師好 口口好 田中朋友大家好 老師現在呢盤面上很明顯看到了 電子跟生計就是老師所說的 悄悄板 而且呢現在看起來 電子的重量是已經輕於生計了 因為生計今天的指數又在創高 電子的比重是有下降的 但是呢老師的股票反而 好像都沒有任何一點減重的感覺 對 那其實今天的盤是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早盤生計強 那到了五盤其實電子是比較強 那這就是一個悄悄板的概念 那我覺得說 電子跟生計它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對應該是要把它分開來看 就是說你不能用電子的操作手法 下去做生計可能會受傷 對 所以我一直以來就是說 你要去把生計類股 新藥類股當成是一個獨立的市場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兩邊分開來講 那先預告一下 我們在上週推出全新一檔 新藥翻倍的黑馬股 今天又在創波段新高 恭喜大家 對 所以你在前一週有來電的 所有聽眾朋友 不論出任何一天喔 買進全部都是獲利的狀態 對 所以這一檔全新的 新藥翻倍黑馬股 它很有可能是今年 最後一檔的翻倍股 對 你可以邊聽就邊先來電 或是說先視訊我們的lighter 都可以 好 那 以電子股生計我們就留到下半段講 好啊 對 那以電子股來講 其實就像是我們在近期 一直在強調 是 每一間公司都有它最基本的價值在 那如果說它股價低於 它最基本的價值 其實所有的利空 對於它來講 不過就是多了新一次的買點 這不是隨便說說喔 你可以去看 包含像是4739的康普 我們在前一週有公開講嘛 我們先帶我們的會員 先進場買進 120元以價佈局 佈局完之後 上週一拉上去之後 就公開講 這一檔就是4739的康普 對 那 康普在上週 子豬大跌它大漲 那子豬大漲它還是大漲 對那在本週一康普不小心 受到大盤的拖累 跳空下跌 驚嚇到 對那它就像我們講的嘛 其實康普它的全年的營收 非常的漂亮 目前的股價其實不貴 那它就屬於是左半邊的股票 那左半邊的股票 遇到新的利空 跳空下跌 不過就是多新的一次買點 對所以你可以去看到說 4739康普 本週一跳空下跌 昨天大漲 今天又大漲了4%左右 是的 它只花了兩天的時間 又回到原本的高點 對所以其實 這就是我一直在強調 每一間公司只要說 它低於最基本的價值 不論說外在的環境怎麼變動 它都還是會上漲 對那就包含像是說 像是近期大家可能會擔心 聯準會在9月份 會不會有什麼樣的升息 或是說有什麼太過激進的動作 對那其實 就像我們一直在強調 其實這件事從來都是沒有變過 包含說 聯準會為了要去壓抑通膨 所以它會去犧牲經濟成長 會大幅度的偏向鷹派 那或是說通膨這件事 今年以來從來沒有真正的下滑 對那你說美國的經濟 會不會衰退 我認為這是確定的事實了 可能會到2025年 對就是說是也不會到這麼久 對就可能是說會衰退 但是不會衰退的嚴重程度大小而已 那就加上說 電子股它的庫存啦 中端需求的問題都持續存在 這些利空從來都沒有改變過 但是我們買股票的理由 也從來跟這些因素沒有關係 對就是說這些利空都是存在 我們不用去否認它 但是我們買股票的理由 是股價已經跌破它最基礎的價值 就是說它的股價已經很提前 它已經提前去反映這部分的利空 那提前反映完之後 它目前就是一個很便宜的價格 對就像是我們一直在做比喻嘛 iPhone 對一台全新的iPhone賣2000元3000元 你說好經濟再怎麼差 你說經濟很差很差大環境很不好 但是一台全新的iPhone賣個2000元3000元 大家還是會去搶購 全新的一定要賣 對就算說物價飆得再怎麼高 外面的景氣再怎麼差 對全新的iPhone賣2000元 大家還是搶 那我就先買 然後等到它漲回去 它原本的價格我再賣掉就好了 對就是說你為什麼會敢買 2000元3000元的iPhone 因為你知道你在接下來 可以用更漂亮的價格賣出去 是的 對那就跟股票市場一樣 每一間公司只要低於它的基本價值 一定會有人去買 因為大家都知道 我們接下來可以用更漂亮的價格賣出去 是啊 對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為什麼我會說 很多的個股勝率都是高達了9.9成 因為它就是已經跌破它最基礎的價值 對那就像是2409的友達 你說友達跟全創 它憑什麼漲 憑什麼 真的可以說是說它憑什麼漲 就是說 這兩間公司今年註定都是要虧損 你說它的產業 產業就是 講難一點點就是產業很爛 對 對因為說它是面板產業 那面板產業 本來就是景氣循環股 對 景氣循環股可能說 十年磨一件 那它的十年高峰就是在去年 那過了 為什麼這個時間點外資還會去買 其實很簡單就是說 是世界杯足球嗎 也不是 就是因為說 友達它已經跌破它最基本的價值 對就是說 2409的友達它的進值 目前是23左右 那它的股價大約是在15 16 那它的股價進值比只有0.6倍 對 因為說面板它是景氣循環股 那景氣循環股 我們要看的是股價進值比 那正常的情況來講 股價進值比1倍 算是合理的範圍 但是它只有0.6倍 0.6倍怎麼可能不漲 就是已經太過便宜了 對那像是3481的群創也是 目前的進值是27 股價11到12元 股價進值比0.4倍 0.4倍怎麼可能會不漲 就是說 今年就算是EPS很爛 產業很爛 產業前景也不好 但是它的股價就是已經過度便宜了 對不需要有任何的利空 不需要任何的利多 自然會有買盤去買 所以其實從群創友達的概念 就可以找到說接下來 大家的選股方向會在哪裡 那這個是電子的部分 這個電子的部分 那就像是康普也是 120元以下買 本週一拉回 新的買電 今天又漲回來 那像是3406的郁金光也是 我們在前一週有公開預告過 450以下都是很便宜的價位 對那你在前一週有來電的話 我們就是帶你在 郁金光拉回到月線附近 410元上下下去做進場佈局 那郁金光昨天持續大漲 今天又再大漲 最高來到了451元 對那410元以下佈局 今天最高來到451元 一根漲停板很輕鬆的又入袋 又9.9%了 對又是一檔勝率9.9成的股票 因為說你看 當時我們有講嘛 郁金光他在全年最差最差EPS 也有20元那最好的情況 看蘋果之後的出貨狀況 他可以到25到30 那25到30這樣子的EPS 對比上不到450元的郁金光 這是一個想不贏都很難的價位 對啊所以 其實像是郁金光像是康普 那我們都有放在我們的 Light跟Telegram 兩大免費的平台 那你加入進去裡面 全部都是獲利的機會 對所以所有聽眾朋友 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 裡面絕對都有你想要看的東西 對那包含像是6271的同心店也是 同心店我們是上週所講的 這個影像感測的黑馬股 是 他的大客戶是科瑞 伊發辦跟德宜 都是趨勢性的產業 全店保守19 那上課20元以上 股價不到200元 買進去之後想不贏都很難 對所以我們在200元以下 進場佈局本週一跳空下跌 那就像我講的 他的股價夠便宜 跳空下跌 不過就是多一次的買電 對那昨天大漲 今天小幅度的震盪還是強勢 所以你看康普 郁金光同心店 那又或是 我們只有送給我們 廣播聽眾朋友的 2368的金像店 對你去看喔 本週一跌破了80元以下 他昨天大漲今天再大漲 又直接拉起來 因為80元就是他一個 最基礎的價格 對所以包含金像店 那也是 恭喜所有的聽眾朋友 都有賺到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 那我覺得說 不用去擔心聯準會會怎麼樣 或者說接下來的行情啦 景氣會不會衰退 這些都不是重點 因為我們的重點 目前就是放在 上半年因為市場的失序 而導致說股價已經跌破 它最基礎的價值 那股價跌破到最基礎的價值 我們的勝率 就是高達了9.9成 所以包含同心店 郁金光康普金像店 還有我們已經大賺了 200元以上價差的四星 這些都不用再去追 我們在明天跟後天 會推出全新一檔 勝率9.9成 左半邊的股票 對直接利用廣告時間 趕快來電 或先加入我們的兩大平台 好那一定要把握好 這兩天的時間 老師已經準備好 全新一檔 勝率9.9%的黑馬股 就等著大家一起 好好的上車來佈局 如果你錯過了四星 錯過了玉金光 錯過了同心店 都不要緊 因為明後天 就是大家全新進場的好時機了 趕緊私訊Lite 或是直接撥打諮詢專線 等著大家一起來賺大錢 我們休息一下 進一段廣告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爾證券投顧 鍾坤貞分析師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薪字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金廣告 有機金廣米新上市 毫無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銀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富裏 我們契作了一片23年來 都摘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鑾吸上油全圓灌蓋 孕育出古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有機白米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天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在理性市場中跌破基本價值 股價真的太便宜的標的 勝率高達9.9 康普120元以下佈局 上週最高138.5 獲利15% 世新跌破800元 閉著眼睛敲試價單 上週最高866 預價獲利至少5萬 更多的黑馬股在等你 快加入小老鼠WE178 小老鼠WE178 透波080066 歡迎回到真投資的節目現場 老師不得不說呢 這個生技股真的非常非常的強勁 而且疫情又在升溫的情況之下呢 有一些疫情的概念股都開始蠢蠢欲動了 而且更誇張的是今天的生技股指數又在創新高 今天生技股就創新高了耶 對其實關於說生技股 我可以說是在6月份 全市場唯一公開預告 台股的生技 它會複製2015年的生技廣潮 大家可以加入我的Light跟Telegram去看 尤其是Telegram 裡面會有我們在過去寫過的文章 都留存在裡面 那其實在6月份 我就很清楚的講過 為什麼這一次生技 它會再複製一次2015年 而且當時我還有畫了一張圖 是貴買生技指數的線圖 是貴買的生技指數 那大家可以發現 貴買的生技指數 在這個月大漲10%以上 再創新高 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 就是說 某一項特定產業它的加權指數 竟然能夠在單月大漲10% 這是非常厲害 那其實當時我們在6月份 全市場沒有人在講生技 那為什麼當時我們會特別提到生技 因為其實我們的論點就是落在說 這一次指數的下跌是因為 各國的國際資金 在股市 匯市 債市之間去做亂竄 那又加上說各國央行 不斷在升息 降息 導致說整個國際的資金非常混亂 那其實在當時2015年 也是一模一樣的狀況 就是說 國際資金因為說歐債的危機 那跟一些美國的垃圾債券 那導致說整個國際資金 它都在股市會是 在市之間去做亂竄 那剛剛好跟目前的時空背景 幾乎是一樣 那當時在2015年 指數下跌了一大段 那從末跌段 一直到2016年初的出生段 其實這一段大約是一季的時間 在這一季的時間 整個台股的升息股 是創造出了20檔以上的翻倍股 對 所以這一次 它是很有機會複製當時2015年的行情 老師 而且今天很多的漲停板 有一半以上都是落在生技股 對 那其實關於生技 大家一定要有一個觀念 其實說如果你有加入我的Light 跟Telegram 你一定會知道說 我們長期以來在強調 生技股它是高風險高報酬 這一件事是事實 我們不會去否認 但是因為說生技股 它是高風險高報酬 所以我們如果要去賺生技 我們要的就是賺一倍兩倍三倍 因為說如果你是要賺 10% 20% 30% 我們去賺電子就好 不需要去賺生技 那既然是要賺生技 我們就要善用它的優勢 我們賺就是要賺大的 所以在全市場 我們也是唯一在 6月份就公開預告過 我們已經創造了三檔的翻倍股 包含像6461的益德 從20元一路這樣追蹤 到了40元獲利出場賺了一倍 那6472的保瑞也是 從180元以下公開預告 那一路到了 最高到了將近360元 也是足足一倍的價差 那像台新耀也是 台新耀我們從它還沒解盲之前 還沒解盲之前 股價35元 那當時就有特別講過 台新耀它已經拿到了 5億元的私募金額 那這5億元的私募金額 裡面其中一項的大股東是智勤 但有智勤的背書就代表說 它解盲通過的機率非常高 對所以我們在35元以下佈局 那果然它三期臨床過了 單字就是大漲了42% 那一直到70元我們獲利出場 足足又是賺了一倍以上 對所以兩個多月的時間 創造了易德保瑞台新耀 三檔的翻倍股 還有一檔最經典的代表作 就是4162的智勤 對4162的智勤 我們在8月4號 它是解盲失敗 新的私勤政解盲失敗 那當天是跳空下跌 無量還鎖死 對那當天有講過嘛 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因為它本身就有它基本價值在 那當天8月4號公開預告買點 當時是84塊 在跌停的時候買進 而且還無量 對當天買進 那一直到今天又在創高 今天智勤盤中一度又是漲停板 非常的強勢 所以其實在這兩個多月的時間 三檔翻倍股加上一檔 也是有機會快要翻倍的智勤 對幾乎可以證明說 在整個台庫裡面 那操作生技 我絕對是非常的具有公信力 對那 我們在上週又全新推出了一檔 就是新藥翻倍的黑馬骨 它是六開頭的 那這一檔新藥翻倍的黑馬骨 它是具有很特殊的細胞療法 那這個特殊的細胞療法 它是它的獨家技術 對所以它的取代性非常低 那重點是它是雙軌並進 一項是新藥開發一項是CMO 那CMO我們之前在上週有分析過 CMO跟CDMO它的差別就在於說 CMO是少了研發這個項目 那少了研發這個項目就代表說 它的成本也會再更低 對那等於是說它的成本會更低 那可以拿到穩定的營收 那重點是說這一檔新藥翻倍的黑馬骨 去年已經由虧轉營 等於是說它也是一檔有數字的股票 那在今年跟明年 它的EPS會持續往上成長 等於是說它是進可攻退可守 那它就有一點點像是 藥華藥跟保瑞的結合體 等於是說它有保瑞這樣子 代工的穩定度 那又有藥華藥新藥的爆發力 那今天是一度大漲了半根漲停板以上 創下波段新高了 對那只要你在從我們正式推出以來 一直到今天 不論任何一天任何價位 你有來電有買進 全部目前都是獲利狀態 都是翻倍的 對沒有到分貝就是獲利狀態 對因為它是剛剛在起漲 那我們目前最高的獲利是20% 但是不要忘了這一檔我們是 我們的目標是它會翻倍 所以它還有進場佈局的機會 而且這一檔很有可能是 今年最後一檔的新藥翻倍股 新藥翻倍股 所以它絕對是值得你入手 還沒入手的就是 把握機會趕快來電 或是直接私訊我們的兩大平台 明天跟後天馬上帶你 進場佈局這一檔 新藥翻倍的黑馬股 而且大家一定要知道 其實操作新藥檔數真的不用多 不用多 對只需要一檔 一檔新藥股好好的賣 它就足以讓你榮華富貴 對就像我們之前有提到 其實說你只要買對一檔生技股 一檔新藥股 它不是說讓你賺錢 讓你獲利這麼簡單 說真的是抓到一檔翻倍的新藥股 可能就是多一棟大安區的豪宅 多一棟台中七企的豪宅 這都是有可能 這就是新藥的魅力啊 像女神買藥花藥一樣 對類似這樣的感覺 對啊所以操作生技 不找我要找誰 那就是直接來電 那當然說電子股也是一樣 電子股目前我們鎖定的 全部都是低於基本價值的股票 那低於基本價值的股票 它的勝率就是高達了9.9成 對9.9成一點都不誇張喔 你去看 80元以下的2368的金像電 200元以下的銅心電 450以下的郁金光 跟120以下的康普 那又或是說 昨天正式開牌的 80元以下的8097的長城 這些全部都是買在 基本價值以下 所以大家可以發現 買完沒多久 股價就是一路這樣往上拉 勝率真的是高達了9.9成 所以其實光是說 3661的市新 當時我們有公開預告過嘛 就是說 它的基本價值是800元 那跌破800元基本上 怎麼賣都會賺錢 都會賺 也不禁止 對那近期也是 證明了這件事 800元以下怎麼賣 都是大賺 光是市新這檔股票 其實我們的價差 合計就已經高達了30%以上 所以把握機會 明天我們會進場 全新一檔 勝率9.9成的黑馬股 趕快來電 是 如果呢你喜歡生技 或是喜歡電子 老師都有策略來教大家 而且準備了很多關於是 左側部分的股票 等著大家一起上車佈局 這個9.9%勝率的黑馬股 到底是誰明後天把握時間 好好來進場 那接下來呢就是 生技股了 如果你想要得到這個 新要翻倍黑馬股的話 待會廣告時間 趕緊私訊Light 或是直接撥打諮詢專線 我們節目呢 明天和大家見面 明天見 立即撥打我們的專線 0800668085 0800668085 摩爾證券投顧 鍾崑貞分析師 本公司金主管機關核准之 營業執照字號為 111年金管投顧新字第014號 新貴股票登入條件 較上市貴股票寬鬆 且無每日漲跌幅限制 投資人應審慎評估 是否適合投資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 各比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省慎評估 並自負投資風險 以上節目由中港新聞網 與摩爾投顧共同直播 進廣告囉 有機金廣米新上市 豪市集和台灣最大的有機農場 迎川永續農場攜手合作 在好山好水的花蓮富裡 我們氣做了一片 23年來都栽種有機米的稻田 用樹枯軟膝上油全圓灌溉 孕育出鼓力飽滿的高雄139號稻米 金廣米有機白米 糙米有機雙認證 中廣聽有價四包660元 立即上好物市集 02-2362-1968 在理性市場中跌破基本價值 股價真的太便宜的標的 勝率高達9.9 康普120元以下佈局 上週最高138.5 獲利15% 市新跌破800元 閉著眼睛敲市價單 上週最高866 依照獲利至少5萬 更多的黑馬股在等你 快加入 小老鼠WE178 小老鼠WE178 後波0800668085 跟著昆山老師一直轉